台湖路塔后段4号上午发生一起机车插撞车祸 一名陈姓富人骑乘普通重型机车 由台湖路往植物园的方向行驶 在塔后段想要转弯进入巷口的时候 于是没有打方向灯和后方洽工 想要返回部队的王姓军官骑车发生插撞 造成双方骑士都受伤送医 而其中陈姓富人的伤势比较轻 经过初步检验就撤职是零 而这名王姓军官的伤势比较重 右脸颊骨折而且预测模糊 评估需要后送台湾治疗 其酒册职已经由金门医院抽血检验中 有关肇事责任警方尚在厘清中 本日上午10点42分 有一位陈姓富人由金湖上万圆环往泰晤山方向行驶至塔后353向入口时 准备要左转室有一名王姓驾驶骑车一台机车从后方追撞 造成双方面当事人受伤 双方面因为王姓驾驶目前伤势再为严重 无法抽取协议 陈姓富人久撤职目前是零 双方面的造势者目前正在鉴定当中 有关于王姓驾驶的伤势因伤势较严重 正评估后送台湾救治当中 金湖分局提醒民众 行车接见路口的时候 除了应该注意交通耗制之外 还应该对可能的两种情况提考警截 就是预测同向车是否右转 以及对向车是否左转 但不可仅依据方向灯来判断 换句话说 没打方向灯不代表他不会转弯 应该从观察速度或者路线来辅助判断才正确 也只有做好防御驾驶 才能让自己在驾驶中得到更多的保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